据英国媒体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汽车品牌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这促使中国制造的汽车在俄罗斯更加流行。 数据显示,出口到俄罗斯的中国汽车从俄乌开战前的7%市场占有率,上升到现在的占据半壁江山。 一名参加莫斯科车展的中国品牌代表对英国媒体说,10年前是中国品牌手机成功打进外国市场的重要时刻。 而现在,中国品牌汽车正有在同样历史性的重要节点。 在过去一年,俄罗斯新增487家中国汽车品牌经销商门店,俄国目前每三家汽车经销商,就有一家在专门售卖中国汽车。 另外,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汽车大军正在抵达世界汽车工业的另一个大本营——欧洲。 几年前,在德国只有行业专家才知道小鹏——东方霍比亚迪这些品牌,而且对其嗤之以鼻。 如今,这些品牌正带着促新的豪华电动越野车和电动汽车在慕尼菲举行的欧洲最重要车展之一德国国际车展上亮相。 行业专家们再也无法小觑,甚至需要仰视。 凯杰咨询公司顾问芬特尔表示,中国车企推出的汽车在数字化和自动驾驶方面已成为西方最大的竞争对手。 截止到今年5月,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仅在2023年1至5月,汽车企业就出口了175.8万辆汽车。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5.7万辆,中国汽车出口量前10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墨西哥,比利时,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英国,泰国,西班牙,阿联酋和菲律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